上集提到大阪市港区是一個生物和交通都很便利的地方 現在和大家快速重威一下周邊的配套 住在這裏吃喝玩樂都很方便 除了廉價超市之外還有家品店 Mega Donkey和大型Home Center 購買日常用品和宅火都非常方便 這區亦有很多居住屋和食肆 可以在這裏吃道地小菜喝兩杯 放假時可以帶小朋友和另一半去USJ或者海遊館玩 玩厭的話海遊館旁邊都有個商場可以走 晚上可以去空庭溫泉浸浸浸 喜歡釣魚的朋友更可以坐兩個站地鐵去到Cosmos Square站 這裏平時很多日本人來釣魚 還可以曬日光浴 至於交通方面 由港區的便天丁JR站出發的話 是可以直達大阪站和天王子站 去關西國際機場都是一程車便直達 都幾方便 上集帶大家看了一個距離便天丁JR站 步行4分鐘的Tar Mansion單位 這集首先帶大家看一個可以作為事務所和住居 相住兩用的三層一戶建 距離便天丁JR站步行10分鐘 這附近一帶都是一戶建的住宅 步行4分鐘便有便利店 7分鐘便有超市 這裏一共有五個房間 連同一個事務所空間 樓零是26年 進來之後有個小圓關 然後就有樓梯上二樓 上面就是住居部分 不過我們稍後再看 然後左邊這個門進去便是事務所 圖織沒有顯示事務所的大小 但現場目測大約有接近200呎 前面有個事務所獨立的圓關 如果有客人來便由這邊進來 另外在這裏有個洗手間 進去裏面有個洋室 面積9.5貼大約158呎 這個空間可以用來做後台空間 我們用前面事務所這個地區去接待客人 後面這個空間便可以用來做處理文書的地方 或者是倉庫 因為它有衣櫃和電視櫃 所以亦都可以用來做工作時的休息空間 偶爾有朋友來問我 究竟怎樣判斷一個一戶件可不可以雙住兩用 答案其實很簡單 我們可以看一看圖織一樓 如果辦公區域和居住區域 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地區 並且有各自的出入口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就好像我現在這裡為例 這對門其實後面就是居住的地區 這邊它自己有個獨立的入口 當然我們搞簽證的時候 通常都會找到舒適 我們到時把圖織給舒適看一看 那就萬和一十了 接著我們上二樓看看 二樓開始是住居的部分 進到這裡首先有廚房 這個廚房空間就不算很大 但盛在有吧桌設計 提供了很多放置物品的空間 這裡是使用電磁爐的 下面有個敲雨爐 雖然沒有經過翻身 但使用狀態都算OK的 接著就到客廳了 客廳的面積是14.5貼 大約242呎 由這裡看出去的景色 就是一戶見的鄰居 今天廚房出來之後 左邊就是洗面室和浴室 今次的洗面台就被撤走了 所以需要的話就要自行購買 便宜的話大約五萬多日圓就可以買到 另外這個浴室是有窗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會容易發霧 再走進去就有一個洗手間 都是有窗的 是一個名廁 旁邊就是一個和室 面積是4.5貼 大約75呎 有兩面採光 然後我們上三樓 三樓一共有三個房 一上來這邊有兩個一樣大小 都是六貼大 即是100呎的房 中間有廚門分隔 房間可以打通使用 三樓中間的走廊位置有個衣帽間 可以收納不少衣物 然後同一層 另一個盡頭還有一個八貼大的房間 大約133呎 相信這裏就是主人房 有兩面採光和一個大衣� 還未看完 原來這個一戶是有天台的 這裏的日照非常充足 地面曬得很辣 相信如果放衣服在那裏 轉個頭就乾了 這間屋跟著太陽能電路板 太陽能電路板的好處 就是除了儲存電給自己用 或者將電路購回政府之外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地震這件事 假設地震導致到停電的話 我們還有電給自己用 這樣就安心很多了 如果設置一個一般家庭用的大小 大約是4500W的太陽能發電板 費用大約是百多兩百萬日圓 如果買入這個單位 太陽能板就包在房間內 大家可以繼續用它來供給電力 但是如果想賣電的話 是要進行名義人更改的手續 每間電力公司需要的手續和文件都不一樣 詳情就要跟電力公司查詢了 這個物業售價是3980萬日圓 大約港幣215萬 土地面積是77.59平方米 大約835呎 室內總面積是152.35平方米 大約1640呎 至於樓齡是26年 家屋的外牆 全屋的牆子 和隻 以及一樓的地板 都是經過翻身的 入口處這裡勉強拍到一輛車 不過拍了之後就會影響出入 所以除非你只是在晚上的時段拍 否則的話 就建議大家在附近 除了一個停車位就會比較好 我們在繼續看第二個物業之前 先來看看附近居民對港區變天丁一帶的評價 整體來說 在580個評價入面 平均都有4.1分 現在就來聽聽他們怎樣說 這裏的優點是非常之方便 不論去神戶 大阪 浪陽 和歌山都好 只坐一程車就已經值得 在車站出來之後 都有不少的食店 這裏可以說是配備十足的車站 差點寫漏了 遲些去關西曼博那裏都有地下鐵 由這裏出發都是一程車就值得 至於缺點就不太想到 如果是特急列車都停在這裏就好了 例如哈洛卡之類 這裏消市又多 又有Megadonky 賣甚麼都在 又有大型公園 交通都非常之方便 不論是大阪、天王子 大阪城周邊 關西機場都不用轉車就到 去大阪站和天王子站都是十分鐘之內 街上也有單車專用道路 條街又整潔 而且車站東面的治安都不錯 缺點就是治安又不算很差 但因為車站附近有很多居住屋 一到夜晚 那些人就在那發生走 真的要小心點 車站不是很大 去大阪站只需十分鐘 早上婚 雖然她一個人多 但班次比較不是 所以都不會令我感到不快 車站周圍的車市要便利店 而家居住屋 是個被人感覺很舒服屎區 最近新開座空庭 全年後生子女都安穩 不要住在心裡 人間比較稀事要 自己一個犯規的女士 你就小心點 哈哈哈哈 作為優點 變天丁可以搭地下鐵中央線 或者JR環狀線 附近又有Live 家品店個能 食品店這個 業務超市 藥房Kelindo Megadonky等等商店 買的選擇的範圍都頗豐富 乘去大阪或天王寺都只是十分鐘內到達 但缺點就是沒有公園 車油多 空氣質素就不可以說是好好的 哈哈哈哈 接下來我們看看第二個物業 這個物業距離變天丁站十分鐘 一個經過全新裝修的兩房公寓單位 一進來右邊有個房間 面積4.5貼大約75呎 窗比較小 面對著公共走廊 走過對面就是洗面室和浴室 地方不大 但洗面台旁邊還有個細空間 擺放洗衣欄 浴室和浴缸都是新的 出來斜對面就是洗手間 有全新的免治馬桶 然後就是廚房和客廳部分 廚房採用明火煮食爐 空間不大但有洗碗碟機 上面亦設有收納櫃 客廳加上廚房的面積是13.5貼 大約225呎 整間屋都採用了比較淺色明亮的色調設計 真是好給人一種和諧和精神的感覺 露台座向向西 見到少少大阪灣 如果住在更高的樓層 相信景色就會好些 我們來看看最後一間房間 這裡面積是綠貼大約100呎 有入場式衣櫃 這個房間的露台是和客廳出去打通的 這個單位售價是2080萬日圓 大約112萬港幣 室內面積是51.79平方米 大約557呎 雖然這裡的樓齡有37年 但收錢即立金 即是大廈維收費 又沒想像中那麼貴 以差不多樓齡的公寓來講 一般每個月都需要1萬日圓 但這裡每個月只需要6730日圓 而管理費每個月就6240日圓 加加上總共12970日圓 室內經過全面大翻身 感覺好像新屋一樣 最後帶大家去看一個 接近2000呎的福式公寓單位 這個單位一共有兩個浴廁 公寓來講是極為罕見的 這個物業是位於港區 昭潮橋站 報行10分鐘的位置 這裡一共有21層 今天要看的物業 就是在最頂層的20至21樓 由於房屋太大了 門又多 差點就當失路了 所以就不逐間房看了 我們選一些重點來看看 第一個賣點就是這個特大客廳 面積是26.2貼 有436呎 客廳採用了中空設計 有超高的樓底 再加上有多個落地玻璃窗 空間感十足 路台的空間也十分之大 是左向西面 景色都不錯 遠處還見到海遊館 摩天輪和大阪灣 夏天的盡頭進來 有個U型的特大廚房 有超級多的收納 感覺好像外國的房子 這裡有大型洗碗機 四個明火爐頭 下面除了敲熱爐外 還有一個特大的焗爐 然後廚房旁邊就是洗面室和浴室 這裡感覺就有點夠了 大家喜歡的話就可以進行翻身 而廁所都一樣 都是有點夠的 感覺翻身了之後就會好些 這個單位一共有四間房 每個房都設有衣櫃或者衣帽間 主人房在上面那層面積是18.2貼 大約303呎 有四個連著的衣櫃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主人房有套廁和淋浴間 雖然是有點舊但舊是可以翻身 最重要是主人房的架構設有排水管 令到它可以有獨立的浴廁 這一層除了有特大主人房之外 另一個賣點就是有個大天台 有成380呎那麼大 在這裡放幾條皮都綽綽有魚 秋天的時候風涼水冷可以在這裡夜餐 中秋又可以上月 真是米華不正 但要注意的就是這裡每個月要繳交 1060日天台使用費 這是一個20樓的單位 它的頂層單位 它這個單位也是一個複式單位 所以21樓其實都是我們的 全屋的露台和天台 合起來 東南西北都有齊 尤其是我們可以在西南邊 看出去見到它的摩天輪和海油館 真是好給到我們現在的感覺 在海外生活 如果大家入居之前 相信大家都應該要做一些裝修 尤其是大家香港人 都可能未必那麼喜歡 它屋裡面那種地毯地板的設計 如果真的要做裝修這個大小 我想要1000萬日圓以來 如果不是豪裝的話 這間屋的總面積是 180.61平方米 大約1944尺 售價是6680萬日圓 大概是港幣360萬 樓齡是29年 集費方面就比較貴了 每個月的管理費是36120日圓 再加上天台使用費1060日圓 以及丁會費300日圓 總共是71,620日圓 這個單位可以自養寵物 如果要我拿一個香港地區來做比喻 這裡真的好似尖沙咀 有高級住宅 有酒店 洋風的建築物 又可以看到摩天輪 又可以走去搭船 還有一個好像星光大道那樣的海皮 真是令我想起 當時經常在尖沙咀的中港碼頭 搭金剛飛航去澳門玩的日子 上集其實都介紹過 港區這裡的交通非常方便 還有另一個優點就是 其實這裡是最近孟州的其中一個地點 2025年世博有開幕 相信到時的勞動人口 會對附近的住居需求有所上升 就算不是自主 買回來做投資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就是趕船先了 拜拜 但是深夜的時候 人已經比較稀少 自己是個反對的 哈哈哈哈 偶爾都會收到觀眾 來問我 合作夥伴是否持牌中階 但其實我是一個打工仔 並沒有所謂的合作夥伴 而我本身就是持牌中階 我有資格直接以廣東話 讀出契約書上的內容 這個做法相信可以大大減少 多重溝通上的誤解 和言語上的誤會 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這段片 不論是買、賣、還是投資 都可以來找我 而買的流程和賣的流程 以前都介紹過 分別可以參考這段片和這段片 而我的聯絡方式就貼在這裡 或者大家參考資訊欄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小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